网络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注册是教媒体分享自己的生活 而其中很多高颜值的普通人 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像13岁时被日本媒体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男孩的小男孩 William Franklin Miller 最近又晒出了一组自拍的女孩 今年才16岁的她 已经开始摆脱男孩的智能 开始变得有男人味了 颜值仍然是高到惊人 照片中的William五官立体 鼻量高挺而精致 唇型饱满性感 眉毛细长而浓密 虽然才16岁 但是已经没有了婴儿费用 销售的脸颊 让她更加帅气逼人 如果是这样的五官还并不能让人认可 世界最美丽男孩的称谓 那么看到她灰蓝色的眼睛 一定会让人沉迷进去 非常罕见的灰蓝色眼睛 色彩迷离 浅蓝色底的眼珠上面 呈现着深浅不一的放射状灰色射线 简直就像一个魅力的神窝 让人忍不住沉溺 William也知道自己的眼睛的魅力 所以专门还放了一张单脸的特写照 而13岁时的William 当时还很有男孩质嫩感的他 就是凭借精致的五官和神奇色彩的眼睛 为日本媒体挖掘 而被挖掘的时候 其实William已经做模特9年了 出生在英国 一岁半到澳大利亚的William 美貌完美的继承了他的母亲 Shanan Franklin Miller 是一位模特和演员 自己作为模特和演员 很早就发现自己的儿子 有着天生的镜头感 所以他很早就把William 推荐给熟悉的经纪人 William在四岁时就开始了模特生涯 虽然没有刻意的要进入时尚圈 但是还是经常会收到拍摄的工作 小时候的William 清秀智那中带着一丝空灵 尤其是他罕见的灰蓝色眼睛 眼他有了不符合年龄的深邃目光 日本媒体说 他长得比女人还漂亮 William的爆红 还要感谢现在的自媒体时代 日本的一个博主 偶然间在网络上发现了当时13岁 William的照片 惊为天人 所以就带到自己的社交媒体的分享 随着分享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William全本 除了收获了众多的粉丝 William还被日本媒体称为了世界最美丽男孩 随着粉丝的暴涨 William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火遍了全世界 随着社交媒体粉丝 越来越多和知名度越来越高 William也收到越来来越多的工作邀约 除了时尚方面的模特工作 还有各种演艺圈的邀约 拥有雕刻把完美五官 和深邃蓝色眼睛的William 青春羞涮却有着犀利的眼神 每每都能拍出自己独有的特色和魅力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曾经的男孩已经16岁 开始退去症犯 有了男人的顺 七 婴儿被退去 五官更加立体 眼神也更加的深邃 尤其是侧脸 如刀枭一样的硬朗线条 让William看起来一点都不像16岁的男孩 尤其是穿上男神雕配的白衬衫 解开几颗扣子 更是增添了性感 往后梳的头发 露出额头 霸气十足 竟有几分阿堂哥当年的电影 《夜宝戏学会》里的影子 能够越来越帅气 还要归功于William严格的身材管理 已经下定属心 作为一名模特和演员的William 为了保持身材 会定期的去健身 进行力量训练 来增加肌肉液更好的上镜 认真健身的William真的更有魅力了 除了做模特以外 William对音乐也很有兴趣 不管是拍摄还是私下都是见其他不离手的练习 很多拍摄的时尚大片中 也有他拿着其他的造型 一身帅气的皮衣内搭白衬衫 酷镜十足 不过也有些网友认为长大 后的William 不如小时候那么让人惊闻先人了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感谢您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